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 元神,林尼特邀约任务各结局完成方法任务栏点 这是我们这个林尼特的传说任务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开头这个分支是怎么选的 从这个抉择这里开始 好的,这里对话完之后它一定会出现这四个选项 如果你先选左上角这个,我可以先回酒会 它一定会走上面的这个分支 如果你选左下角这个,可以帮帮你 就会走中间这个分支 右下角的这个就一定是走下面的最下面的这个分支的 右下角的这个是随机选择一个分支 看你这个抽卡的这个大小 这种我只给大家讲有难点的地方 像林尼特邀约任务指引去对话 它这里每条分支基本上都是一路往前走的 我只给大家讲有难点的地方 这里上下两条都没有难点 只有中间这条线带这个皮埃尔的失落据点这里 这里有一个失要讯要你去找这个水下线索的 这个水下线索的 在这里跟它对话完,先进到这个黄圈这里 来到这个黄圈这个中间这个破船这 我们在这个破船这里要转到我们小地图右上方 东北方向这个大石块后面 这里有一个海螺 这里只要跟这个海螺对话就可以找到了 找到了 上去报告吧 好的,接着是我们剩下的每个结局的完成方法 好的,首先是我们这个结局1啊 就最上面这个照片的 我们从这个谢幕这里开始游玩 你要来这里找这个人 多谢你们啦 我一直以为 就跟片里,这里前面这个选项随便选 不过现在比起伯爵两天只行 这个嘛,那个 哎,抱歉,林依特小姐 在这里的第二个这里 我们选这个表演他在说什么 这里,这里我们随便抽 这里是一定会大于这个数字的 接着一次鉴定玩牙对话完 就可以完成我们这个结局1了 接下来是我们这个结局2 还是从我们这个谢幕这里开始 多谢你们啦 我一直以为 这里开局,这里也是随便选 不过现在第一个选项这里随便选 那我们来啊,第二个选项这 谢林依特小姐 在第二个选项这里 我们这次要选这个静观事态发展了 行啊 导演 我们这里剩下的意思对话 就可以完成我们这个结局2了 不如就算 接着是我们这个结局3 我们从这个坠入层层迷入这里开始 这里不考虑运气方法 我教大家必定会完成结局3的方法 先过来跟这个林依特对话 哦 被你发现了吗? 我们调查的还有哪些? 这里我们先选这个白松阵的线索 然后这里选这个勒菲佛尔 然后解读 然后这里进行联想 然后选择这个宠物交接 触发联想 接着解读这个最初嫌疑 然后提交结论 明明连纺织 接着是我们这个贝努瓦的信件 跟页里 这里我们选择这个走丢的邦尼进行解读 然后解读这个来信的目的 最后提交结论 如果邦尼被查了 实际上被会不会是写信的 接着我们再选这个缺失的环节 我们这里直接解读原料 然后提交结论就可以了 对 最后的疑问 这里三个都选对 它就会出现第四个 如果你没有选对的话 它这里是不会出现第四个了 这里我们先解读这个贝努瓦的供词 然后再解读这个皮埃尔的矛盾行为 接着我们选择这个皮埃尔有双重人格进行解读 然后触发联 进行联想 选择这个从未碰面的同伙 触发联想 就会出现这个第三人的存在 进行解读 然后提交结论 黑理模式 接着跟着任务指引去找这个爱洛迪对话 这里抽卡 然后我们就会必定大过它的点数 就可以必定完成这个结局三 好的 剩下跟着任务指引对话就可以完成 大家可以自己跟着对句对话 所以怎么突然开启这种文 接下来是我们这个结局四 我们也是从这个坠入层层迷糊这里开始 结局四的话 这里 为案件收尾这里 这里我们不要找零泥透 我们直接找这个爱洛迪 直接找到对话 就可以百分百完成 随便抽一张 这里必定是小于20的 在这里对话完 就可以完成我们的结局四 又一开始 最后是我们这个结局五 我们这个结局五要从开头这里开始 这个结局五是看运气的 在这四个选项的时候 我们选这个右下方这个 不如两边都放了不管 这里我们要抽牌 只要抽中大于10 就可以一定完成这个结局五 这里大家随便乱抽 都是看运气的 如果你抽不中的话 你就要重来 抽不中 他就去其他两个结局 无法反驳 这里只要抽中 对话完 就可以完成我们这个结局五了 好的 这又是我们这个 零泥特的这个全部结局 对不起 有的话 要吧 这个 sebel tips 哦 feet